在這個年代,一個女人在額頭掛著牌,內有惡犬 開門啦! 起碼今年我們是見到一宗的 開門啦!不是我投訴你呀! 她崩潰! 我剛才下來的時候還在站上 這麼脆呀! 怎麼會過這兩個車位呀! 那種敏感 都並非我們這些泛夫俗子所能夠明白 你的車在哪裡呀! 我第一次看到那段片,是嚇死我 我怎麼知道你在站在哪裡呀! 我...我以為那班 我趕時間呀! 是人類離開地球最後一班 開車門呀! 她還不停發出很淒厲的慘叫 你一個這麼難的混蛋呀! 我是真的學不到 你大人大人呀! 如果你不看畫面,你會以為有人生小孩 開門呀!我沒見過這個混蛋自己呀! 問題是... 六屁呀! 淒厲慘叫的同時... 六屁呀! 我最留意的不是她 你剛剛回答這麼兩句,有沒有搞錯呀! 是她身旁有兩個男人 我很肯定一個是她老爸 一個是她的愛人 因為如果不是這兩種身份 那當時拍下她就不是一個鏡頭 是三個 要來其家路兩分幾鐘 你都不開車門呀! 怎麼忍得到不怕呀! 全世界都見到呀! 過你 都在說不怕呀! 有為人殺了 谢谢大家